提到喔 如果你想要那個Charge VTE 然後我剛剛其實問的問題也不用太複雜 你不要想說你要敘述得很清楚什麼什麼 不用啦 其實他就懂啦 我本來想說他會不知道什麼叫VBA 不用太... 其實VBA這個觀念是很popular的話 不用太多敘述 他是懂的 而且我發現甚至Charge VTE比你還聰明 城市方面 不是其他地方 他其實是真的蠻聰明的 甚至我覺得他都比我聰明 有些地方產生城市的這個部分 所以有的時候他幫你產生一些基本的東西 剩下你就自己再修改 或者是說假設你對於城市這部分想要了解的話 其實你...比如說你想知道一件事 如果Python寫出來城市變VBA 他應該長什麼樣子 會不會比較短還是比較長還是怎麼樣 其實你會發現 他基本上就自動幫我們產生的 其實他規則... 在VBA裡面的規則這樣 第一個 如果你要把城市寫出來的話 第一個你就開啟Visual Basic 第二個開發人員這個可能要自己打開 應該知道怎麼開吧 OK 然後再來Visual Basic 如果你要寫城市的話 Charge PD給你的城市你要貼哪裡 你要知道貼哪裡 OK 記得要先插入一個模組 OK 你不要連插入模組都不會的話 不知道城市放哪裡 那一定不會run了 基本的東西要知道 OK 然後把它產生之後 然後再把那個Charge PD產生的這個 它在右上角 黑黑的地方有一個叫Copy Core Copy Core 還滿貼心的 你按下去它就幫你把城市Copy 然後貼到哪裡呢 貼到VBA裡面的這邊 有沒有 模組的這個地方 它基本上一支城市的話就一個SUB 所以這支SUB的名稱叫什麼 Convert Python to VBA 有沒有 它名稱取這樣 好像不是我們要的 你其實可以改啦 甚至你可以改成中文的也沒關係 因為VBA是有support中文 不會有問題的 那底下你會發現它宣告了一大堆變數 有沒有 這些DIN就是宣告 然後這個 WB 有沒有看到 它其實也叫做Workbook 所以它是一個Worksheet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名稱 跟那個什麼 跟剛剛我們那個OpenPyExcel 其實一模一樣 OK 所以在Excel裡面的那個物件名稱 只是說它在存取那個檔案的時候 是用另外一個物件 用的是什麼 FS 它好像是叫FileOption物件 然後它底下 那另外還有一點 我跟各位講 在Python裡面不用宣告 其實在VBA裡面 其實也不用宣告 所以如果你不喜歡看到這個宣告 其實你是可以把它Delete掉的 是沒有關係的 OK 但是加跟不加都可以 OK 所以這兩可 那我先把它保留下來 那底下的話你可以看到 它第一個新增工作表 我們剛剛是叫Create Sheet 可是在VBA裡面叫.add add就是新增工作表 然後底下的話把資料開起來之後 再把它放上去 最後存完 一樣它這邊跑個回圈 它是用forH的回圈 然後把它跑 所以概念差不多 然後最後一樣存檔 所以我把它Run一下 我剛剛Run一下好像是OK的 執行一下 有沒有背後這邊在跑有沒有 最後好像會問你說要不要OK的 然後我把它關掉試一下 剛剛好像開起來不OK 現在看一下 在這邊 要不要 o.xls OK的 Ctrl 不過它好像有個Bug 它沒有分頁 OK 不過分頁我剛剛貼的時候是沒有 就是我是沒有分頁的 OK 所以如果你想要分頁的話 你就是在把分頁的那個層次貼上去 它就會幫你產生分頁 但是它這邊好像有一個 跟我原來預期不一樣的 就是它上面是鳳梢 Ctrl向下 它好像這個順序是怎麼 好像有點亂掉 它好像不是按照那個 先三重再中立 好像它是不知道怎麼順序 不過基本上Ctrl向下 可是怎麼165比而已 所以顯然這個資料應該是有問題的 不過可能還是 我前面講過 它給的雖然是 給了大概80% 但是我不確定 它好像是不是故意的 會好像給個Bug還怎麼樣 我不知道 就是好像它沒有那種每次都完美的 我不知道 可能因為現在3.5是免費版 所以它給的東西是不是說 因為如果假設已經都很完美了 那它當然 可是如果你假設希望可以更完美的話 它這邊有一個條件 就是說如果你是4.0的版本 那可能每個月就要繳個20塊美金 那它給的就是GPT4的一個模型 它相對應該會更厲害一點點 可是到底會不會解決剛剛的這個問題 不確定 不過至少我覺得已經 已經給的東西是已經蠻好的 OK 所以這邊提供給各位參考 以後如果說 你想要把Python程式轉換成VBA 其實是可以有這樣的方式 那這個地方的話 就我們剛剛講的 那底下其實我也有提到 有一些VBA的寫法 這個給各位當參考 然後再來的話 我們待會就 就把這個完成之後的話 那再來我們就要看其他的部分了 底下的話 當然有字典 不過字典 其實它跟那個串列 其實蠻像的啦 只是說它多了一個Key 它幾個地方不一樣 第一個就是說 它的符號不同啦 就是說呢 我們的串列呢 基本上是中刮弧 可是字典的話是大刮弧 OK 那另外的話呢 字典裡面呢 還有所謂的Key 就是說呢 在資料 Value的資料前面會多一個Key 所以 這個我想我們後面再來看 因為在後面有一個爬蟲 會爬那個Json格式的時候 其實跟Json格式基本上是完全Match的 那底下的話呢 有一個我有點掙扎 就是說 我是覺得蠻重要的 但是不見得你們到底需不需要 這資料庫部分 因為其實將來也有可能一種情況 就是你的資料量比較龐大 或者是你對於執行效率要求比較高的話 那可能還是建議用資料庫 那Python內建有一個叫SQLite資料庫 那你說老師 那資料庫跟Excel有什麼差別 其實那個SQLite資料庫比較之下 最大的差別 第一個就是你的資料庫 它比較麻煩 第一個 你要建那個表格之前 你必須有點像宣告 你必須讓它知道說 你有幾個欄位 那欄位的形態是什麼 有沒有 你是要放文字呢 還是要放數字呢 還是要放日期 你可能要先讓SQLite知道 第二個的話 就是說如果你要跟資料庫溝通的話 還會需要學一種語言叫SQL語言 SQL語言的話 就是怎麼樣跟資料庫做溝通的一種基本語言 OK 其實你說會不會很難 其實我覺得就是一些基本的觀念 如果你知道之後的話 其實也還OK 那你說為什麼現在越來越少人用這個資料庫 你一想就知道 它的彈性跟你是有比 當然是相對的 比較沒有那麼多彈性 因為你看Exel 它第一件事也不用問你說 這個欄位要放什麼心態 反正你丟進去就對了 OK 也不管你這個欄位是要放什麼 放文字呢 還是放數字 還是放日期 不用 反正你不用先規定 OK 所以Exel的話 彈性相對比較大一點點 那我們大概也簡單 大概知道一下這個東西好了 所以底下基本上 也有一些簡單的範例 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要建立一個資料庫的話 我應該怎麼建立 那底下的話 有一個簡單的sample 而且你們試著亂亂看好了 在54頁的地方 如果你假設要先新增一個資料庫的話 其實就是上面這三行 一樣要input一個模組 模組名稱叫Seqlite 3 然後透過Seqlite 3裡面有一個方法 叫Connect 建立一個資料庫 所以Connect實際上就是產生資料庫的一個方法 那資料庫裡面 所以資料庫有點像是Esser檔案 那Esser檔案就是工作部 工作部裡面不是有一個工作表 去詞 所以一樣的道理 底下這個科色 就是所謂的資料表 所以上面這個叫資料庫物件 這個叫資料表物件 所以跟Esser有點類似 工作部 就是等同於一個資料庫 然後工作表 就等同於資料表 OK 所以接下來的話 那我剛剛講過 如果說你要放資料之前 你要先規劃好資料表 OK 你要告訴他說 你有幾個欄位 然後你的欄位是什麼形態 OK Esser不用問 Esser 隨便你要擠欄就擠欄 你隨便放 有沒有感覺好像比較free一點點 就像你去餐廳一樣 沒有那麼規則 你隨便做 就像去麥當勞一樣 你隨便做 只要有位置你隨便做 你會讓位置一堆 隨便做 但是資料庫就不一樣 規則比較多 OK 接下來的話 如果我底下的Sample 我Create 所以底下這個就是Seql語法 這個Seql語法的話 就是如果你要跟資料庫溝通 不過這個Seql語法 跟所有資料庫都共通的 有點像共通語言 任何資料庫 只要支援Seql的 現在應該都支援 然後你只要跟他講說 請你幫我增加一個資料庫 那語法就是Create Table 後面有一個敘述 就是如果它不存在的話 你才建立 如果已經存在 就不要建立 名稱這個我們自己取的 叫Table01 然後呢 有兩個欄位 一個欄位叫這個 Lumber 有點像編號 一個欄位叫TL 有點像電話 然後我的形態的話呢 我懶得再去設定的話 你可以把它設定成T 文字 T-EXT 好 那這個部分敘述的話 一樣要Execute 這個Execute的話 就是直接 跟資料庫溝通 我上面這個是Seql語言 丟給資料庫 原來你要建一個資料表 那我幫你建立了 所以他會幫我規劃 有點像是你去餐廳 打電話去 我要訂幾個人的位置 有沒有 然後要訂什麼位置 等等的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你才去那邊嘛 就是把資料放進去的話 底下這邊又有一個Seql語法 叫Insert into 有沒有 所以上面是建的 底下的話 Insert into 就是再把資料放進去 特別是語法 一定是Insert into 哪一個Table 哪一個資料表 然後呢 後面Values 指的就是說 那個資料到底有 一定要有兩個嘛 所以瓜虎裡面呢 一定只能夠 如果有兩個資料 你不能有第三個 因為就一個蘿蔔一個坑嘛 有兩個 所以放兩個資料 而且它是要Test 所以你記得 前後一定要單引號 當成是 它是一個文字 那一樣如果你有一個Seql語言 有沒有Seql的敘述 底下就會有一個叫Excute 有沒有 把這個丟給誰呢 丟給資料庫 去幫你做這件事情 有沒有 所以上面是一個敘述 底下去真的去做那件事 那最後的話 Commit就是確認 Close就是關閉連線 好 所以待會請各位 試試看好了 我是覺得這個應該也還蠻重要的 將來 如果你的資料量比較龐 因為之前也有同學說 我一個小時資料都幾億筆的 那幾億筆你絕對不能用Excel 因為一定馬上爆掉 一百萬筆就過了 所以它怎麼辦 你不可能一直新增工作表吧 你不如就用資料庫 比較不會有問題 那就把它Ctrl C 接下來的話 你就直接先開一個那個Module 然後把它貼上 這個貼上 OK 然後把它放大一下 那一樣把它Run一下 理論上應該不會什麼錯誤訊息 所以執行一下 好 那你可以看到 它這個應該OK之後的話 那你可以說 老師那問題是 我的資料庫在哪裡呢 這個資料庫是已經建立了 它是幫你建立在 你我的 我是放在應該是Python384底下 OK 因為我是把我的這個裝 那個什麼 模組是存在Python384 我把它先存檔 所以最好是 如果要確定一下 你把它另存一下 然後這個的話是把它 我是把它存在C底下的Python384 這個目錄 所以這邊的話我就存一個叫 Seql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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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OK 好 儲存 好 那所以我把它執行之後的話 它資料已經存在 這個資料庫裡面 你說老師那資料庫在哪裡 資料庫在Python384的目錄裡面 所以你可以在 Python384 這個是我的專案 我的那個模組 然後我這個資料庫就在旁邊 這個東西呢 將來會寫到這個路徑底下 好 那不過會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它是一個檔案沒錯 但是喔 如果你要把它打開的話 你把它點兩下 你會發現 它會出現呢 它找不到要用什麼樣的工具 幫你打開 為什麼 因為它不像Excel 它有點像是那個Access OK 所以如果假設 我們要開起來 還有點麻煩 如果你要看到裡面東西的話 這個時候呢 必須要用特殊工具 那這個工具網路上其實也有啦 那我有把它放一個 一個軟體在這邊 補充資料 所以你們待會兒在雲端上 補充資料找一下 有一個工具 這個是免費的 叫做這個叫SQLite Browser 這個 把它下載 那如果你要開資料 還是有點麻煩 你必須要用額外工具 這工具我在 我們雲端上面的04補充資料裡面 有放了一個這個SQLite Browser 那請各位把它下載之後的話 解壓縮 OK 那解壓縮之後的話呢 看一下應該 應該沒下載成功 SQLite這個 按右鍵 我把它解壓縮 解壓縮致詞好了 那解出來之後你可以看到 它這邊呢 就會有一個這個工具 它是免安裝的 那假如說呢 你希望看到那個資料庫 特別注意喔 你必須用這個工具才能開 那開的方式很簡單 這邊不是有開啟的 那你就找到 我放資料庫的位 我放那個 我們剛剛 我專案是放在C疊底下的 C疊底下的這個 Python 384 所以這邊找到 那這邊就會看到 有個Cursor01.db 比較麻煩一點 好 打開它 那我們來看一下 有沒有資料 有沒有寫進去 主要我們要看有沒有寫進 好 那你可以看到 打開之後這邊就有個table01 裡面有兩個欄位 都是文字 然後接下來的話 如果你要看資料的話 請你切到blowsdata 這邊就有資料進來了 不過你說老師為什麼會有兩筆 因為我剛按兩下執行 因為他沒有辨別說 資料一定是不能重複的 所以反正我跑一次 那當然如果你假設 這個比較陽春一點 如果你要再跑一次的話 可能要自己改一下 比如說要把LUMBER改成2 然後電話碼可能要改一下 OK 隨便改一下 執行一下 這筆資料又會被寫進去了 所以你只要切過去 再切過來 這邊又一筆了 第三筆又進來了 那其實沒什麼差別 只是說沒有什麼太大不一樣 只是說你不能直接點兩下打開 你變成你要自己去裝一個軟體 這個軟體的話 是在雲端上面的04 這邊有個SQLite Browser這裡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順便講一下有關資料庫的部分 也就是說資料庫其實好處 優點就是說 它可以寫入的筆數比較沒有限制 第二個的話 它的執行效率也比較好 可是它的缺點是說 它的規矩比較多 變成說你必須要放資料之前 你要先規劃好這個資料表 這個表格裡面到底有幾個欄位 然後每個欄位 它的資料型態是什麼 然後如果你要跟資料庫Talk的話 必須要透過SQL語法 才有辦法做資料的輸入跟輸出 OK 試一下 至少你知道 以後就多一個選擇 而且 將來如果你覺得這個資料庫還不夠 其實還可以再用更大型的 像還有什麼MySQL啦 或者是微軟有SQL Server啦 或者是Oracle 其實都可以跟Python做結合 也就是說你資料是可以放在 很大型的資料庫是不會有問題啦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這個是在雲端第五個單元底線 這個是54頁這裡 剛剛這個 這個建立資料庫 跟新增資料的部分 是在54頁的地方 關卡 還有 對 還有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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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